各位早上好啊 那我们来探寻一下 相对于比较传统一些的金氏糟点 然后 现在这个小服装啊 这感觉还挺 挺破的 今天 新 拍了一家这个 卖早点的啊 卖早点的这个店 我们一起去 解救一下 好啊 我看到了啊 这边的这个 这个街景 还是比较 比较纯朴 然后 这里啊 真是为了在烧烤大排档 放心早点 早点 我们进行一探究竟 这边啊 比较 比较天津的一些 早餐 我们来选一些 来个果子 来个豆腐脑 来个茶鸡蛋 来个酒 这边 还是我 去 一尔 我们来 起来 你 慢慢 我会用了 你先 我们紧张了 我给你拿一个 带羊姨吧 这个就 哎呀 这个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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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oalition示威 我以前都吃了 肝炎不炎 这口都小 刚刚呢吃的是我觉得比较经典的一款 就能代表北方的这个 早餐特色的它是油条 没点豆浆 油条和老豆腐 还有就是茶几蛋 其实呢还会有一些 比如什么云吞 我们的云吞是那个 不知道叫云吞还是混吞 混吞和云吞 它都是大概的做法 但是呢它我们这边吃的早餐会是小小的一个的那种 那一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 对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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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